我今次會講到全呼吸各方面 其實都是簡略地講的 其實我們跟神的關係很重要 跟神關係第一就是多討告 心靈裡經常都跟神相通 經常都愛福神 經常都相信神在愛我們 因為這樣的情況 神的同在這麼強 這個已經是我生活習慣 一想到耶穌 心很容易很容易歡喜 即是我也經常都會歡喜神 一喜歡耶穌 神的同在已經在身上 神也經常都會給我不同意念 去關心人、念人 我見到人 我通常都會問問題 我怎樣有機會傳呼吸 我接觸不信的人 或者信的人 我又去想一下 我會有這個意念 我怎樣去幫助他的靈靈 或者幫助他侍奉神 我見親人都會這樣想 譬如我今天跟他和他先生聊天 我都立刻又想他們可以怎樣發展 我怎樣可以幫到他們呢 我見親人 我都是有這個心的 神的確給我很多人 當我有這個心的時候 神是會開路的 開很多的路 越開越大的路 我自己來說 我傳呼吸很重要 是用經歷聖靈佛祷法 聖靈的方法 但同時輔導也是我其中一種 一起用的 關心人的需要 所以我會先講一下輔導的事情 因為入手 通常來說我們很難一下子就入手 我們都不會告訴別人 我們是輔導的 我們只是嘗試建立關係 如果一個人是不同情況 我們怎樣跟他聊天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問神 我們傳呼過程 我都會經常問我怎樣做 問神的時候 神可能給我們不同的意念 但亦都是我們習慣 習慣無論是小孩子 家長 或者是年輕人 中年人 成年人 老年人 或者是病人 我們已經接觸不同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 我們都知道他通常的需要是什麼 知道他需要就有那些事情先講起 這個就是開一個話題 譬如你回到鄉下 他們關心什麼呢 奸種呢 如果那裡是種地的 那裡是城市 那裡是城市 認識他的生活 認識他的生活的時候 有時候他聊天 他可能會把他的生活說出來 一個說了一個情況 譬如那裡很難找工作 或者那裡是人情是怎樣的 生活是怎樣的 無論是他講了什麼 下一個談的時候 你又可以說這件事 問問他是不是這樣 或者怎樣看 這個就是一個可能入手的方法 譬如見到有媽媽帶著小孩 那就跟他聊小孩 不過學生 學生在香港難入手 為什麼呢 除非你認識他 其實其中一件事 傳呼吸是 向熟人傳呼吸的效果 通常高很多 但熟人也有很多人會排職 因為他如果熟了你 他會覺得你不外如是 我為什麼要聽你說話呢 但因為生人 他都不知道你是誰 你走過來跟我聊天 你是不是想拿錢 是不是想 什麼企圖 所以 向生人是難的 但我們盡量找一個connection 我也試過一次 在我經歷聖靈之後 可能兩年左右的時間 就有一個人來了我們教堂 他都是神感動的 接著他經歷聖靈 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跟我回去鄉下 我回到鄉下 那時候是新年 因為他想我幫他的家人經歷聖靈 那些想經歷聖靈的就簡單 因為他有很多個都是信耶穌的 他就直接走來找我們 我們去祈禱和幫他信仰 但有些人就不是 我這樣坐在他家裡 他在新年的時候 因為他每個都是屬人 他們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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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人就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一個人就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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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去到那裡 我逐個逐個和他聊天 但因為人多 所以我沒有辦法 很深入 我只是很簡單 很簡單地和他聊天 我又說 在那個情況下 我知道都不能深入經濟 我只是說 耶穌很真 神真的很真 因為他們那裡也有教會 他們也有些人去教會 耶穌很真 他真的可以經歷 這就是我用經歷聖靈奉陸法 你想去經歷神 我一個個和他祈禱 很多人都說經歷到神 我就帶他去信耶穌 這個方法我會講 我現在講一下我用的全般的方法 另外也有很多人叫我去探病人 那時候有一個她的媽媽 她的女兒就在我們教堂 她經常聽到醫治 我們很多醫治 她就問我 她說你可不可以去探我媽媽 我媽媽有很嚴重的病 醫生已經說是不會長的時間 而臨死之前 因為是神衰竭致命 她就會很辛苦 她就叫我去探他 探他我就跟他祈禱 我說你祈禱有什麼感受 有什麼經歷 她說很舒服 我說這麼舒服 耶穌這麼好 你想相信耶穌 她說不行 我擺觀音的 我擺了幾十年了 我都依然去探他 探他好幾次 都是祈禱 都是問他 她都是說不肯 不過她的家人 由大到小 每個人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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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來跟他聊天 每個人都來跟祈禱 每個人都經歷了聖靈 每個人都經歷 並且覺得很好 很多人都相信耶穌 很奇妙 過了半年之後 她忽然間 因為我探了她 可能一兩個月 我就沒有再探了 因為有很多事情 其他事情做 過了半年之後 她跟女兒說 為何耶穌斯金沒有來 好像我前幾天來過 她忽然間 神推她說 女兒說 為何你會想找她 她說祈禱很舒服 於是立即叫我去 我跟她祈禱 她就覺得 問她 她說很舒服 我說 觀音和佛 有沒有幫你 她說沒有 我想信真也信假 信真 我就帶她去信耶穌 她和她整個家 因為看到她 一信耶穌 她人就舒服 她有晚可能見到異常 一邊看著天空 她半夜 忽然間睜開眼 她看著天花板 有一邊看著另一邊在笑 她就睡覺 打開眼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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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男人 我在醫院裡 我問她 你覺得怎樣 她說很辛苦 因為她化療 我就說 耶穌很討厭 很好的 真的有些人化療 有些人很辛苦也好 祈禱都會舒服 她說 你什麼事 她說好 她說我也有看過那些電視節目 那些基督教節目 我也有興趣 我說非常好 耶穌 是好好好 很討厭 我問她怎樣 她說很舒服 很舒服 她有 however 她很辛苦 妳會否覺得耶穌很厲害 有chenes tu 就是不特別 她說是的 然後我即使帶祂信耶穌 教她怎麼祈禱 那些因此我唯一一次見過他 dress 我之前無見過之後 Δ 只有 not before 而過了幾個月之後 她的女兒News 她說她喊 我爸爸已經過世了 我找到她章 wrist 我爸爸當天回來 看見到你 為何 tactical 他 Makes起荷 他回來了 她又辛苦 又奉耶穌名祈禱 又覺得舒服 她說耶穌真的很厲害 結果她兩個女兒 我跟她祈禱 她都說整個人飄起 整個人好像飛起 兩個女兒後來都入了我教會 其實這些故事是多到不得了的 通常我一變成一個人 就會整個家都去 這就建立了一種關係 關係是由我們自己跟別人親善 平安喜樂 關心別人 無論是甚麼都由她入手 例如去到家 去認識些東西 怎麼煮 怎麼弄 雖然我們可能不懂得弄 讓她說一下 回應一下 有甚麼入手就是甚麼入手 有些人看到她的表情很開心 我又會回應 她很開心 為甚麼這麼開心 為甚麼這麼開心呢 如果她身體不太好 通常看到她的 你身體是怎樣的 你就不要說她 身體是不好的 你身體是怎樣的 譬如看到她有些沉重 又不要問她 你好像有點煩 而是 譬如說 你的生活是怎樣的 這是中性的問題 如果問她 你是不是不開心呢 她當然會說 我連不開心都看到 就是我不開心到出生了 就是甚麼都好 見到她說話有反應 我們就說 你很好啊 好好聊啊 就是這些 這個就是 由這個入手 就根據她的情況 但是普通人來說 她很多時候是關心生活 開不開心呢 睡覺呢 睡覺呢 睡覺都是很多人關心的 那我去祈禱呢 我又幫過很多人睡覺 我試過去祈禱 有些人十幾年失眠 一祈禱那晚立即睡得好 神是很厲害的 我們都可以跟別人說 如果她說失眠 我們就會說 如果你有試過這個經驗 你自己試過這個經歷 如果沒有的 你可以記住我的經歷 你說我懂得我 牧師祈禱的人 就很好睡覺的 我都可以跟你祈禱 我都可以這樣 因為其實你們這裡 基本上都是 因為我是唯一人不認識 其他人都認識 都是有經歷聖靈的 都是可以用這個方法 她真的會睡得好 我通常來說 我會叫她站著放鬆 鬆了 很鬆很鬆 鬆和普通鬆是不同的 那時候我們大學也學的 睡在地下放鬆了 油那麼鬆也不鬆 全肌肉鬆了 鬆了 這樣是不同的 因為鬆是幫助睡覺的 幫助整個人經常都輕鬆的 例如我現在在說話 但你看到我坐在那裡是很鬆的 雖然我說話的時候我又會很激 但我又會盡量 普通情況 我一坐就會很鬆 這是我已經是一種習慣 這是會睡覺好一點的 我叫她站在那裡放鬆了 是 耶穌很真、很好、很關心你的 然後就說 放鬆了 耶穌愛你 你告訴我耶穌很真 我經歷過耶穌很多事情 耶穌真的會怎樣幫我 然後就說 你按手擱我 我按手放在你肩膀那裡 他就好了 然後自己投入 感受到聖靈的臨走 然後放在按手的身上 在過程中盡量不要說得太長 太複雜 因為說得太複雜 他就會慢地聽很多事情 他會不可以放鬆 而說到 耶穌在祝福我們 耶穌很愛我們 多謝天父 阿花 福 真好 很簡單 關係式的討論 我想對方放鬆 或者裡面有聖靈 需要對方接受耶穌嗎 因為如果那個人肯接受 那當然是最好 他肯接受 有些是肯的 但有些人 你一跟他講耶穌 他已經鬆起了一個礦 例如你回去鄉下 你一說 現在你先相信耶穌 他應該不肯 但我發覺很多人不相信耶穌 他放開心 然後我就說 創造天地的神 很關心你 很愛你 你想耶穌祝福你 他就是這樣的心 他都會經歷到平安清散 所以我會做完事帶去信耶穌 那些人已經準備好 那就OK了 例如有些人想找我心靈醫治 那些人經常找我 很多人都經常找我 那些人已經想了 那些人還未信耶穌 我就帶去信耶穌 但是我們用一個容易的步驟 就是耶穌幫助你在你的需要上 但是我們祈禱可以說那些話 但你問他就不要笨 你不要問他 你想信耶穌就覺得 你祈禱要我信耶穌 你就是在祈禱的時候 但不要第一樣說 第一樣說 你能夠創造天地的神 你真是很關心我們 創造很多很漂亮的東西 我們的聲音都是用很柔和 有多些關係的 主啊你很愛我們 耶穌很愛我們 陪我一起 然後我們其中一會 你感受到聖靈耶穌按手的身上 你感受到聖靈才按手 原因呢 如果你未感受到你按手 他就不會那麼快的經歷 他就慢慢經歷 慢慢經歷他感受不到 但是你已經很強了 然後你按手他就會不同的 我自己很明顯的 因為我發覺如果我說的訊息 能夠激勵到人 然後按手那些人就會不經歷 就是多個就這樣 譬如去到醫院有個病人 或者是基督 那就難經歷一點 因為他都未準備好 但是我們依然在醫院都要這樣做 所以就在我們自己祈禱 感受到聖靈 好像我們充滿電 充滿神的同在 然後按手 神的同在臨在他身上 他就更加容易經歷 然後我們看到他的經歷 如果你做慣 按手我通常不會按下去的 我會輕輕用手指尖這樣碰住他 為甚麼呢 因為我不想他覺得有重量 第二他不想他覺得我捂住他 我以為打折在肩膀上 因為他一動 知道不是我推他 我就會知道他一動 他已經開始經歷了 就是他在那裡搖動 因為聖經裡面有說到 約翰在啟事錄看到耶穌就跌在地上 蘇羅在信主的時候看到耶穌也跌在地上 那些兵丁也是 即是神的同在人可以跌在那裡 未曾那麼強力 他就可能搖動 我亦都會看到他的表情 幕下的表情 但大部分時間我都會睜眼投入 然後當提研討我就會說 彼佬奉耶穌明阿門 然後我就會說 請你閉上眼睛 請問你祈禱時沒有甚麼經歷 他不懂得聽經歷 我就說有甚麼感受 為甚麼會用經歷呢 因為有些人說 你用感覺來傳呼 經歷聖經有些人經歷醫治 跟著信耶穌 經歷拉撒路復活 有很多人信耶穌 經歷又可以叫人信耶穌 所以我就問他有甚麼經歷 他說有甚麼經歷 我就用聖經告訴你 耶穌將平安給我們 耶穌將勞丹重疊摸走 耶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醫好傷心的人 有喜樂遊代替悲哀 用這些經文 就是講到可以怎樣經歷 而且身體很多人會覺得很舒服 這個是詩篇十六篇 八節九節 肉身安然居住 有些人會經歷 有些是醫治 在馬爾夫音十六章 就講到 手腕病人 病人究竟好你 或是趕出邪靈 就讓他知道 耶穌這麼好 這麼真 你想不想以後祝福你 我都不是用一句去信耶穌 因為他未必準備好 但以後耶穌祝福你 他說願意 他可能有兩種 一種只是少許祝福 好啊 我要殺耶穌祝福 這就沒問題 然後我就會問他 好啊 我就會說 你想不想耶穌 你想不想耶穌 世面你的罪 救你的靈魂 耶穌和你一起 可以有永生 這其實是用了一些 基督徒的術語 可以說 你想不想耶穌 今世祝福你 以後也祝福你 以後將來可以去到天堂 這些不用那麼多基督徒的術語 即是說 他走了這一步 好像其中一步 很多人說是甚麼步 他有煩惱和困難 不如我們先祈禱 不如先信耶穌祈禱 那他未必會比較難 但是祈禱才是一個容易的步 然後後來才去到信耶穌 好了 如果睡覺 然後奇妒問他 有沒有覺得平安、輕鬆、舒服 他說有 有沒有覺得好像想睡覺的感覺 有些人真的有很多經歷性 來便會有 你看到耶穌這麼真、這麼好 他真的可以幫你 可以帶他上耶穌 然後就教他回家 睡覺前又說 放鬆他 一邊感謝耶穌、感謝耶穌 然後就睡上床 一邊放鬆 又不鬆都不鬆 一邊想著耶穌 耶穌 耶穌 很多人就這樣容易睡 一想其他事情 就立即想回耶穌 這個就是幫他睡覺 或者幫他身體的需要 由他的需要入手 如果經濟 經濟 經濟 我們可以怎樣說 譬如說 耶穌可以幫我經濟 如果你們經歷過耶穌幫你經濟 你說我經歷過耶穌幫我經濟 對 對 說自己怎樣經歷耶穌 幫助我們經濟 也可以說 聖經是有說到的 因為這個神是創造天地的 耶穌很討厭的 你是不是很關心你的經濟 你是不是覺得很掛心 有些人真的很掛心 有些人一聽說 耶穌來幫我 說不用 你給我錢 我可以 但你要我找耶穌幫我 幫我經濟不行 但耶穌的確可以幫到人經濟 有些人很desperate 或者他的生命 很多事情都不行 沒有友誼 沒有工作 睡得不好 沒有前途 沒有配偶 或者又離婚 他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這些人更加會絕望 不過這些人要整體的輔導 這個就是看情況 我回應個人 我現在講講一些輔導的方法 經濟怎樣跟他講 經濟跟他說 耶穌不是幫我們經濟嗎 我們可以說 耶穌就幫過我的經濟 耶穌真的什麼都幫 我來講我很多的神都幫 我真的逐樣逐樣可以告訴他 耶穌怎樣幫我 我很多見證 甚至飛機回頭也有 甚至以前在外國 抄牌是沒有人走得掉的 但我不對 抄牌是不對 有試過沒有停定 要停停 試過超速 我祈禱耶穌幫我 真的有三次 他說 你不要 你太子小心 飛機回頭 試過怎樣 我轉宣的時候 我中間 我沒有轉到錶 我以為還未到時候 我在半分狀態 飛機走了 我去運的時候 他說走了 你要再訂機票 我便覺得很大件事 走上去訂機票那裡 他說很麻煩 總之 他便說 你沒有辦法幫我 他說沒有辦法幫我 他說 神啊 你可以有辦法 你一定有辦法 然後 第三次 我問他 他說 你檢查一下 他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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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飛機回頭 後來我問人 為什麼飛機回頭 他說 飛機當然是飛不起來 有些問題 飛回頭 即是 很神奇的 他說 好 你可以上飛機 所以 我告訴他 有時候 我告訴他 耶穌真的很愛你 其實我很多 很多例子 我試過有人 最好你們 因為我講的例子 對你們來說 不是很大用 是這個 但我有些其他 都不說 最好就是 你自己經歷過很多 你自己經常都親近神 又經常做 因為聖經是講到 你先求神的國同意 這些都交給你們 這個經文我們可以用 真是 先求神的國 真是神什麼都交給我們 就是 看我來說 我經常 神給我 極好的配偶 給我 極好的健康 六十五歲都這麼健康 是啊 給我極好的視力 我不用戴老花 不用戴近視 什麼都不用戴 連那些 四十幾歲的人都說 你可以看到什麼細緻 我就看到沒有問題 給我神秘有各樣的智慧去教導 經濟 我們出去短書不少錢 是 給我侍奉的路向 我開路越開越多 我現在想做些材料去到聖經學院 去到不同的國家 將一些材料傳給他們 嗯 那麼 一方面是寫 另一方面就是 涉錄 翻譯做那種語言 就可以當地用來教神 神都為我開路 其實這個透過一個聖經學院的 一個老師的提議 他說這些教導 我們感謝神 神給我很好 他覺得很實際很簡單 又很容易用得著 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製造這些材料給我 但是涉錄我呢 這裏涉錄沒有用 我要在他那裏涉錄 神都為我開這些路 又給我聖靈的恩膏 各樣的智慧 很多東西神都給我 譬如那些教導 是他不跟我說的 即是是他的意念出來的 這些都是我 還有很多困難 還有三次差不多撞車死的 有一次嚴重了很重要 我直接說耶穌阿 我這麼快要來 但竟然可以 真的在最後的零點 零點一、二秒 那個車輛忽然轉走了 我直接以為是實狀 而且Head on 所以一定會死 但是神都是這樣祝福 所以我們越有這些祝福 就告訴你 神真的會幫助我們經濟 我們這樣分享之後 我們都解釋給他聽 因為神是掌管世界 你信任這個世界 真是有個神掌管 一切都在他手中 所以他才可以給你錢 供應你的需要 無論他的問題 譬如健康 雖然一方面 我都會說 我不能夠擔保人家健康 不過我告訴別人 其實九成半 我來說我差不多 九成半左右 是即時覺得舒服 還有很多是病好了 有些是改善 所以我們可以告訴他 神真是很好 你越親近神 神真是祝福你的健康 你的身體舒服 睡得好 家人的關係都可以改善 有辦法 所以他講什麼 其實我網上放了很多影片 這是一個外展的方法 這是給我們很多外展方法 其實我也鼓勵你們 如果你為人祈禱 或者做什麼 有些好的見證 你就將他攝錄了 用你的名字 你的電郵 就開一個 用Gmail開一個YouTube 在YouTube裡面 譬如你為人祈禱 他有經歷 你就攝錄了他 你問他可不可以 如果他不肯 你就說整蒙他 可以整蒙 有工具 整蒙了他 你就會有很多見證 我自己就不介意把我的電話放上去 如果你可以的話 放你的電話上去 那些人就會打給你 我現在是平均一兩個星期 就會有人打給我 然後就透過和他輔導 他都是很多種 基本上差不多的問題 家庭問題 個人問題 情緒問題 睡覺問題 健康問題 有邪靈 或者同神關係 經濟問題 整個生命好像很混亂 都是這些 講來講去差不多這些 都是全部耶穌幫到的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些 來入手 你又觀察那個人 你會看到的 如果有情緒病 你會看到他 沒什麼彈性 都凹了 皺眉 他說話都皺眉頭 很多負面想法 很多負面聲音 說出來 看樣子都看得出 是的 健康問題 痛的人 痛症的人 你一看到他 他人好像乾 情緒和身體健康問題 他人比較乾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入手的地方 老師 我都相信我們祈禱神會祝福 但是有時候 譬如說我們那一輪 那個對象 被信的 他聽到你這麼多見證 他就在想 經常幫到他 但是 他可能有一個期望 就是握著他想 那樣東西這樣幫他 但結果可能 神幫他那樣東西 是不是他想的 那樣的 然後 怎樣 因為我是很容易有陷情 因為我教會有一個 那時候 他跟他先生準備罵離婚 祈禱神 讓他們夫妻復和 到最後 他先生堅持跟他離婚 他都離開了神 所以 自此之後 我教會 那些人傳福音 就不敢 講那麼多這些 神聽祈禱 要怎樣的見證 就變成了 就這樣講 三福四律 就不敢講這些 所以 這應該怎樣去處理 這個呢 我就覺得 我們講的時候 講得 就是實際 怎樣呢 耶穌是可以叫我們更加健康 但不代表他 譬如他有癌症 是否一定醫好 我不知道 我有試過祈禱 癌症會好回來 但也有癌症沒有好回來 不過他覺得舒服 我們實際 譬如說 他的丈夫想離開他 我們不能夠說 擔保你的丈夫不離開你 不過我們可以說 無論你丈夫離開 或者不離開 你都可以活得更加開心 我們可以幫到你活得更加開心 而不是說 耶穌會幫到你的丈夫回來 這個未必是真的 因為那個罪人 他不信耶穌 耶穌改變不了他 這個人可以改變 所以我們是幫他 面對他的困難 有些人 他整個生命都很拆毀 他已經沒有了能力做工 又沒有工作 又沒有朋友 整個人好像散了 我們不能夠答應他 將來找到工作 但我們可以說 耶穌會將你的生命變得越來越好 可以幫你更加平安、輕鬆 你平安、輕鬆 我通常都會有這樣的設計 耶穌叫你平安、輕鬆 耶穌叫你開心點 每天這樣慢慢 你的人就越來越鬆 我都會引導他 你可以關心人 譬如參加教會群體 你可以關心人 你可以多點朋友 或者有一天你可以有做工 或者暫時還沒有 但是我們不能夠答應他 甚至醫病也是 有些人就說 有些教導是這麼說的 他說醫治所有的疾病 但的確聖經裡面有說到 人是愛神的人 沒有病 沒有得醫治的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保羅 加勒太書說 我初次全呼吸你們是因為我有病 保羅自己有病 提摩太類似患病 所以稍微要怎麼走 耳巴忽體 差不多病到死了 跟他一起 他跟他一起同工 他可以祈禱 也不用病到死了 病的時候就好了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例子 不知道神會做什麼 所以有些人有些問題 我都告訴你 我不知道神會做什麼 不過我告訴你 神會令你更加平安、輕鬆 你活得更加好 還有你的生命 神有個奇妙計劃 這個奇妙計劃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但這個計劃是最好的 這個計劃 有些人來說可以是這樣的 他譬如真的有人有癌症 是否他真的會癌症好 他或者可以 我就說你完全委身跟從神 聽神的話 你又願意將生命給耶穌 神的計劃就更容易實現 我都不能夠擔保 但我就說我會分享我自己 我不知道我活到多少歲 還有我不知道我將來會不會有什麼大病 如果有一天我有大病 我會怎樣呢 我不會埋怨神 我說不要緊 有大病就祈禱 神醫治我 感謝耶穌也好 我又作見證 沒有醫好 那就快點見耶穌 還有沒有醫好 我有一段過程 我都一直享受神 有神的同在 在病之中 我也有好的見證 就算我病不病到 躺躺腰躺了 一人來 我都會說 我都為你祈禱 就是因為我覺得神 你病得醫子 但我不要緊的 有時病的人 譬如宋上哲 他都是病死的 但他祈禱很多人病好 其實他為人病 其實他自己都病 他自己都病都沒有好 所以這個 我祈禱不一定他病得醫子 以後他可以經歷到聖靈 所以到最後一刻 我都會祝福人服侍主 這就是我的心態 但我不會答應人 他會怎樣 但我會說 神有個計劃 這件事是真的 有個計劃 這個計劃 如果人從年輕的時候 信主一路跟從耶穌 聽完耶穌的話 就一路去 但因為很多人不是 已經過了很多年了 又老又殘 什麼都沒有了 那時候我才進入神的計劃 那時候 的確是不會去回那個 最原理 只是去回一部份 但一部份都總好 比他現在 就像我講的 那個婆婆 那天他找我 那天 他說耶穆斯爹 今天沒有來的 是他最一天 全日清醒 就是神推他 神推他 其實是神想救人 只要我們的生命給耶穌 就是我們的生命充滿平安起來 神知道的 所以他就會為你開樂 和他會帶人來 和他會讓你的見證影響到人 我們講開神的事情 而講越開心 因為神的見證這麼好 我們就會 就是心充滿喜樂 自然就會吸引人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生命吸引人 和我們一起的人 覺得沒有壓力 我都聽過不少基督徒說 我受了祖長的傷害 我受了救了一個基督徒的傷害 甚至有些說 我受了一個傳導人的傷害 我完全不是說傳導人不好 我只是說 其實我都是 我知道他很努力 但有時候可能太生氣 太生氣 太過 我要快點救人 怕有人聽話 變得太心急 太過了 就被人壓力 結果 有些人因此而離開了革命 但如果我們經常都是 見親人 他多久沒有回來 看到他還是很開心 很開心見到你 就不是說 你這麼久沒有回來 你很開心見到你 這是輕鬆的表現 但是 為什麼你這麼久沒有回來 打他 為什麼你上海沒有回來 那個人覺得很大壓力 這也是整體的人 深信神有個計劃 我深信神有個計劃 我不用這麼大壓力 我做好神要我做的事 自然神就會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我們 那我們的心就會平安輕鬆 對於前路 我知道神有計劃 譬如那些人沒有結婚 我告訴你 神在天上已經為你預備了這個人 或者預備你單身 不過兩人都是開心的 無論你結婚是開心 你單身都會開心 當人聽神的話 這就是我們本身經歷神的工作 以後我們去分享給別人聽 有時候我們自己本身沒有 都可以用一些second hand 就是別人的 就好像你說回我的經歷 你說回我的經歷 都可以的 真的很神奇 經歷的事很神奇 我試過有一次有一個人叫我去 幫他去一個政府部門 就去幫他家人做一些事情 我說我沒有把握 因為我不是過控制 還有我說當時我教堂有些事情做 做到要時間給我問才去到 那我去到 都做了三個字四個字 因為去到 他說那個人走了 就是負責那個人走了 我們能夠做甚麼 他就準備走 但我們準備走的時候 那個人就開門走出來 他就說 就是過去 我過後跟他說 之前我跟他說 如果這件事神幫你 你不要說偶然 然後我問他 我說我們進去那一陣 他會出來 你說是否偶然 他那時候就說不是偶然 但我去的時候我已經說 我們一起祈禱 你能夠行神之其事 求你叫這件事能夠成就 那時候神就讓他知道 不過這個人很可惜他不肯相信 他當時肯相信 他過後不肯相信 他拜偶像的心太強 但這個見證在他心裏 是留下來的 我希望有一天他會悔慨 其實我見過有些不單止是當時經歷 是他在夢中經歷 我跟他奇了一套 他有一個跟我說 他說我發夢 看到一個是白衣的人拔著 一個是黑衣的人拔著 一個是黑衣的人 就是兩頭去 我說你去白衣又去黑衣 白衣可能是天使 黑衣可能是魔鬼 但有些人他就是掛心現在的事 但我依然問 你掛心現在的事 你看幾多人掛心 一輩子就很辛苦 但又得不到他要的錢 一輩子都是熬 熬了回來又未必開心 但你有耶穌 你這個過程也會開心 如果我們都表現出這種輕鬆 他見到的時候更加輕鬆 我現在講一些實際方法 輔導 輔導很重要的是聆聽人的感覺 這是要練習的 一定要練習 這是一定要操練才會留意到的 有些很容易的 例如說那個人說很累 他表達什麼呢 可以說他做事很辛苦 或者晚上睡得不好都可以做 因為第二天早上會很累 因為晚上很失眠 知道如此 好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他 和回應感覺很重要 回應他的感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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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有些基督徒人會很快 遲到就不遲了 這是教導 信耶穌也沒有那麼遲 這是真的 不過是太快的教導 我們先進入祂的狀況 即是想像我們是祂 進入祂的狀況 就是體會祂是想休息的 是嗎? 他想休息 其實體會到祂的狀況 其實祂很想休息 或者祂很想停下來 或者祂不想再面對一些事情 或者做一些事情 最重要其實 想像我們是祂 會怎樣 然後就將祂的感覺說出來 其實這件事不單止應用在不認識的人 在我們周圍的人也是 如果我們周圍的人 他們一說些什麼 我們馬上回應他們的感覺 那個關係會好很多 容易全部回落 這件事是否一個同理心 是的 同理心有兩個層次 一個是初層次同理心 一個是高層次同理心 這是你要寫下的 初層次同理心 和高層次同理心 初層次同理心 是甚麼呢? 就是他會回應他當時的感受 譬如說他累 我知道你很辛苦 心裡很累 可能生命很累 這是當時的感受 即時的感受 感受他當時的感受 高層次同理心 是去想 這件事如何影響那個人 當然普通人說累 我們不需要入 但如果有一個校長 有一個老闆 真的做工廠做得很累 比如說 做得很累 這個初層次同理心 就是說 我知道你很辛苦 做得很累 如果高層次 你可以去想 他可能是甚麼呢? 那些是我們不知道的 是可能的 他可能覺得 他有失敗感 他怕那個廠會倒 或者做得 受不了 或者覺得自己是失敗者 這是一個深層的 對他的影響 不是一個表面的 譬如說 有個太太 唉 我都不想和我老公聊天 這個就是 他的表面 就是當時 他見到他丈夫已經不喜歡 因為他的溝通不好 但如果說到高層次 可能他對於 他兩方面 一個可能對於他丈夫失望 第二可能對自己失望 覺得他的婚姻是不行的 我們就會問這個人 到底他 但怎樣問呢 是一個技巧的 因為如果 你問得太快 他又不是 那你就會 變成人家會覺得 哇 你想到我這麼壞 這麼差嗎 這樣 會不會被他 不要緊 我知道你累 或者你慢慢說 或者可以 看甚麼 大家可以 幫忙 跟他商量 會不會這樣舒緩 會不會好些 OK 我們第一要知道 第一件事 不是先幫忙 其實第一件事 是接受感覺 這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說 反過來 我想分享一些事情 嘗試 告訴朋友 但我會覺得 他感覺不到我 說的意思 出來 變成 他不是不聽 他聽的 但他感覺不到 我想表達甚麼 出來 所以 之前 葉牧師你所說 我們要作為一個靈體者 是要聽到他心靈裏 那個裏面的需要 我不說問題是需要 譬如你剛才說這幾句話 我感受到甚麼呢 就是你覺得好像朋友 都不是很明白 是 覺得很難有一個朋友 明白到你 朋友有 不過就是 一個很難明白到你 心情 是 朋友就有 但朋友很難明白你的內面 這是 的確是難的 就是 有同一方向 和明白 感受是兩回事 可能有同一方向 一起傳呼吸 是可以的 不過呢 當有甚麼內心的感覺的時候 你未必能感受到 這個是 真是要學習 還有有人幫的 我自己來說 我在神力院都學過 但是發覺 學完是沒有學 後來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就是我學了一年 是院木課程 然後我在醫院 我同時做牧師 供養的教會 但我因為供應 供應我自己的需要 我就同時做院木 又要每次去聆聽 這樣做很多 還有要寫的 寫的情況出來 這是第二 第三就是我做很近身的太太 她的聆聽力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她是很快 還有有時候 有些人有些情況 我想怎樣回應 我都會先寫給她 我在WhatsApp打給她 即是有些重要的事情 處理一些大的問題 我就會先傳給她 然後她看了她 她說這句話 你會達到什麼目的呢 你達不到目的 你不要去達 可能會令到她有壓力 或者怎樣 還有那個人說這句話 她一看 她會看得到 她那句話 她有什麼含意 其實我很多時候聽到別人的感覺 但我都發覺我錯過了 她真的 所以我們周圍的人 如果有時間 有時可以練習 怎樣練習呢 幾個人一起去那裡分享 然後另一個在那裡回應 幾個人都學習過 輔導的 然後其他人就在那裡觀察 就是我們現在練習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 到底這個人有沒有回應 最好用一個方法是引導 不要只要踩下她 引導她 你猜當時你有沒有聽到她這句話 她這句話是怎樣的意思 如果有人願意跟我們練習 例如你說 好像不是那麼多朋友 明白到你的內心 那你就嘗試用另一個人跟他聊 看看可不可以她明白到你的時候 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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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令到我覺得舒服 這件事 其實你上網有些人有說 有說到聆聽輔導 那裡你可以聽 不過我都不會很長的 也有些實例我輔導的人 其實都是很即時的 都是一樣會聽漏的 我都是說一樣會聽漏 不過有些我聽到 有些聽漏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有些示範 輔導示範 你會找到 這句話 第一 就是今次三天回鄉 不要想三天一定會達到什麼目的 就是一個練習 或者可能達到一些目的都未定 或者有一個真的談得好 又未必想著我帶到幾個 可能有一個好已經可以了 就變成了不會有很大的壓力 你自己是放輕鬆的 放輕鬆的 即是由聆聽 然後回應他的需要 而這件事我們做慣了 好像我們每個星期一 四五小時就有人來 所以如果你有空來 又可以來幫忙 那你做慣了 你就會看到很類似的 而且都是給我們機會去練習 去操練 對 去操練 如果有一個人剛剛 他親人過世 很多人會說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通常 但這句話最安慰不到人 是的 最安慰不到人 要不要哭 要哭越大 最多是這樣 其實有時候他哭不重要 但很多人覺得 一定要阻止他哭 是否被人阻止我 通常都會阻止他哭 即是我就會 如果他哭得很傷心的時候 我看情況 我看他怎樣 有時候我會說 我知道你很疼他 我知道你很懷念他 這個就是我留意 我知道他的感覺是怎樣 但他可能還哭 但哭不重要 有些人 我們見病人也是 有些病人說我想死 家人說不要死 但我不是的 我說為什麼你想死 為什麼 因為我要了解 我只是說不要想死 他不會因為這樣而不想死 為什麼想死 應該是很辛苦 是辛苦 有時候也會想死 我會認同的 我不是認同他死 我認同他會辛苦 我認同他很辛苦 我聽他說 聽完他會覺得舒服些 我說你的子女都很疼你 你的子女都想你陪他 我這樣接入他的感覺 我都嘗試鼓勵他 有些動力從家人到來 這個說話 我不是全夫 因為他在醫院那裡 幫助他們能夠 支援 有多些動力 留在世界上 而有些人說 我真的都是想死 我都是說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很難受 我都是會認同 我都會問他 其實每個人有不同的原因 這個輔導和聆聽回應人的感覺 這本身已經可以成為一個傳輩的方法 而我們就 在這個位置就可以分享 我們都有類似 他說完之後 我們都有類似的情況 耶穌怎麼幫到我 你想讓我為你祈禱 這是一個 我們經歷聖靈報道法 入手的方法 有時捉了六 不懂得脫國 可能前部份 做了回應 但是我們 去到最後 有時 沒有自然地說 其實耶穌可以幫到你 我們可以為你勤徒 沒有做這件事的時候 好像就靜止了 之後就停止了 是啊 所以我們經常都有這件事 但又不要太急 但又在適當的時候 但我見過有些人是這樣的 一個人很辛苦 幾個不停拋住他 信耶穌啦 祈禱啦 不停拋住他 他就說不行不行 每個人都在那裡拋住他 但其實可以這樣 我看到你也有點擔心 你擔心耶穌 你擔心祂拜祖先 你又不拜祖先 有些擔心 就是等他講 接受他有這個原因 他有時講講講 可能他會知道你也接受他 他可能他始終是因為這件事 但是你起碼要入到這件事 或者有機會可以跟他拆解到這件事 例如他說 我死都沒有人送給我 這件事就容易入 這件事為何容易入 你擔心 將來不知離開世界之後 不知怎樣 這件事 而這個神很真 我們經常經歷神職 他真的擔保你去到 你不用別人送 你都很甜 很開心 不過有些人都是一樣很難 但也有些人就是 這樣經歷而信耶穌 其實我們祈禱都有很多是拜偶像 我們網上都有很多人 他們都是因為拜偶像 搞到他很不甜 例如有些人說我拜佛 我又會問他 你拜佛覺得怎樣 我會問他 你覺得怎樣 他有沒有幫到你 你覺得內心怎樣 等他自己說 他可能會有漏洞 說一說一說 我也是這樣 那是不開心 那是拜開就是拜 對 他覺得很多時 上一代 就是覺得這個我們中國人 對 每個都是拜了心 我不知道行不行 上一代是這樣的 每個都是這樣做 你問他入伙 為何要拜四個 又不覺得拜了有什麼不同 總之他覺得傳統 每個都要做 你不做就不安樂 會是這樣 有時候 是一個很牢固的思想 你說不到他 我覺得是 你要他可能經歷很大 很遙等 信心 有一個新的看見 但很奇怪 有時候明明是 神做了事 他都會覺得 他裏面都會有些事 去說服他的傳統 但我拜了這個神很久 我不可以跟耶穌 會這樣 是會的 我的意思是 我們進入他裏面 是有更多機會 可以拆解到他 例如問他 你覺得怎樣 你拜了之後覺得怎樣 有沒有幫助 你問他這件事 他真的覺得 你有興趣我的信 我是有興趣他 他的人 我是有興趣他的宗教 我是有興趣他的人 你在宗教裏面 你覺得怎樣 然後他說出 都是有些幫不到的 或者困難怎樣 就是有一個入口 但如果他說 我是拜甚麼 你拜的那些是落地獄的 你拜的那些是沒用的 那你已經封了 就是全部封了 還有一些的人 他覺得自己都已經很 應該在世界裏面 叫做很穩定 沒甚麼特別 讀書又可以大學畢業 又有學位 家庭都算很好 有很多穩定的事情 他覺得 耶穌說 其實也不是抗拒的 不過就覺得 沒有這樣的經歷 也不是很特別的 通常都是客套說話 就過了 如果他說沒有甚麼經歷 我就進去 因為我知道 那你怎樣進去 我說你想去經歷 耶穌真的可以經歷 是的 我們經歷很多 很多神職 我經常見神職 我經常見神職 他說他沒有 他沒有 他可以幫你經歷 他就可以說 我和你祈禱經歷一下 讓你嘗試知道 那如果祈禱完 他都說 我沒有甚麼特別感受 沒有甚麼感覺 那怎麼辦 那我們告訴大家 不要緊 你覺得沒甚麼不要緊 有很多人都有經歷 那你慢慢都會經歷 我盡量是安慰的 我不會說 因為他們當然是撐住 說沒有感覺 其實可能裡面已經經歷了 是的 就是口硬而已 那其實聖靈都會和他作供的 但是 很多有知識的人 或者理性的人 我經常覺得他們的位置 都是很空泛的 想不讓一件事去圍毒 是的 是的 你先說到 有些人已經養了 養了 養了 養有的人 當然我們不會說 經濟甚麼甚麼都有了 但是依然我們可以 聽聽他的生活 和他聊天 和他分享 我們可以經歷到神的開心 但是的確 有錢的人進天外難 那些人都行的人是難的 那些人就放手 因為我傳呼聲多 都試過很多次被人拒絕 這個處理被拒絕都是很重要 為什麼呢 如果一次拒絕 有一分的壓力 十次拒絕 就有十分 整整整整 越整越大壓力 所以我立即要釋放自己 我就告訴自己 神很歡喜 神就很歡喜我傳呼聲 神就給了我一個意念 有一天 當我們去到審判台前的時候 這個人我傳了呼聲 他沒有信 於是便來到神 他沒有信耶穌 但是神說 你沒有信 不過呢 我的兒女已經向你傳呼聲 這個已經和你傳了呼聲 是你沒有信 所以我們傳了呼聲 是榮越神 我會想到第一件事 如果帶到他信耶穌 當然是最好 但是 另外就是說 如果他不信也好 我們都保持他的關係 並且他不信也好 我們都依然對他 一樣是親善 一樣是 跟他有好的關係 我現在呢 就講一講 怎樣收割 其實是有這麼多方法的 不過暫時不講那麼多 說說收割 收割是很重要 而且有時候 有些人不是我們帶到信耶穌 但我們可以收割 收割就是說 如果那個人 第一 就是我們傳的時候 他真的有心願意 你想想 耶穌這麼真 祈禱又經歷到他 你想耶穌祝福你 我自己傳呼聲 我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我主要講 有沒有神 有沒有天堂 你可以去天堂 但是呢 我發覺 多數人是不關心天堂的 太遠了 是的 而多數人關心現在的事 而我發覺 耶穌真是幫人現在的事 所以呢 所以我會告訴別人 全呼聲 我會說 耶穌真是幫到你需要的東西 那當然 如果有人說 我現在沒有錢 是否代表我將來沒有錢 那我說 神未必會做 你想祂去到那個位置 但是神會有一個好的計劃 你真是聽神的話 先求祂國和祂這切 交給你 你未必會有錢 但你會是 你有需要的 需要的成分 我會告訴祂 神真是會叫人 開心 慶省 睡得好 還有祂給你有工作的能力 以至你能夠做工更加好 和人關係更好 你的婚姻可以改善 你可以得醫治 可以有榮身 即是今生祂所需要的 以前我也寫過一些單章 譬如說 耶穌可以醫治我們疾病 心靈有重擔可以得到釋放 耶穌可以幫你失眠 我將幾樣東西都寫在單章上 這些都可以用 不如一些古老單章 現在已經很少用 用人的需要 所以我和你所說的情況不同 但我又不是答應祂去到什麼位置 我不會答應祂將來會有背後 我不知道這件事 但我會告訴你 耶穌真是會幫你 會得開心 和人關係更加好 是真是一步步可以提升的 好了 我就說 耶穌真是會幫你 而我們很多人經歷到神的幫助 那你想不想耶穌幫你 這是一個方法 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例如有時候 我以前也會問他 你有沒有想過有沒有神 可以幫到你 你有沒有想有個神幫到你 其實那些拜偶像都是想你拜的幫到你 但真是這位神可以幫到你 例子 他不是拜偶像 他是一個無神明的 他覺得是靠到自己的 那些人是怎樣回應他 和他去說的 但這個不是牽涉到修閣 可能是插開了的話題 如果說到無神 或者不需要有神 我就要說神的證據 神的證據比較長 不過我簡單講了幾個點 第一 第一自然界的蔓物正面有神創造 和化石是不支持創造 不支持進化物 是因為化石如果需要進化 它是會 應該由簡單慢慢變複雜 還有有一種生物變成第二種 是看到它中間形 但是化石是沒有的 在出現的時候 在這個韓武紀 突然間動一聲 已經有很多種生物出現 甚至有摘椎生物 第一層已經出現了 中間形生物很多動物都沒有的 其實全部都沒有的 全部都是假想的 而很重要大家要明白的就是 通常人都說很多人緣變人 但是我們問它魚是哪裏變的 在進化論來說 就是有老鼠變的 老鼠變的 但是老鼠變的魚是沒有中間形生物 是沒有一隻 你可以說這隻是老鼠變的 是在做圓的 因為老鼠的腳的方向不同 逐漸變成什麼 然後變成圓 沒有理由老鼠一變就變成圓 根據他們所說 就是變成什麼生物 變成什麼生物 比如瓊那些 怎麼變呢 由老鼠變 怎麼變成瓊 這個中間是沒有化石的 而他們發現了很多很多的化石 他們真的 全世界可以有化石的地方 他們都可以 因為他們很多錢 很多無神論者 是出很多錢去支持這件事 自然界 聖經很多的語言 非常準確 你上網找神的證據 都看到 聖經的科學證據 甚至經歷性的證據 這些是客觀證據 經歷性可經歷性 可經歷聖無 經歷醫治 平安輕散 釋放重膽 斜靈 世上真的有斜靈 奉耶和宗明可以說斜靈 還有人有靈魂 很多科學家都說 人死了救回 他又說周圍有什麼事情發生 很多是有記錄的 比如BBC有不同的影片 英國國報公司 很有興趣研究這件事 很多他們研究這些東西 真的證明人有死效有靈魂 還有這些人都很大改變 很多人都變了 他們的經歷是可信的程度很高 有些人去了天堂 有些人去了地獄 這些都是告訴我們神是可經歷的 你可以看證據或證明有神 或是有神謠師 這就是解給那些無神論者 修割我們會告訴別人 如果那個人真的願意耶穌祝福你 我們都要解釋給他聽 人和神中間有罪 因為神是很慈愛 不過祂都是很聖結光明 祂不能忍受任何罪 我會用甚麼形容都盡量令人明白 我好像你跌到屎坑 周圍的人怕到你要死 你走過去 神看到我們犯罪就是這樣 神是很不喜歡罪 他看到罪就好像見到糞便 因為罪就是很污衛 所以我們到神那裡一定是我們知罪 因為祂不知罪 祂不會得救 而罪一定有祂的懲罰 而神沒有辦法想得到 因為沒有一個人夠完美 可以代替我們贖罪 祂一定有負代價 即使社會也是 殺人就賠命 當然現在很多地方都沒有殺人 即是要判死刑 但判死刑也要終身監禁 要坐很多年監 你不可以說我殺了人 我無罪釋放不行 都是有個代價 神是公義也一定有個代價 祂找不到人可以付這個代價 唯一就是祂的獨生兒子 因為祂是無罪 祂就做人 然後祂代替我們受了這個懲罰 所以我們可以得救 所以我們想得救 我們一定要知道我們的罪是可怕 因為很多人 尤其在臨死邊緣 很多人對大人說耶穌比較輕學 祂做了很多次 不過祂已經做了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是要很清晰 曾經試過有一個報道會 有一個人說 他有這個 這個是說完了 他就說到他有些經歷 他說看到一些人臨死 就有些邪靈搞他 其中有一個就有這樣的情況 他就跟他說 他說那個人初時不肯相信耶穌 他後來就跟他說 他說看到這些邪靈 他說這就是邪靈來的 耶穌可以離開這些邪靈 那個人就願意 他說這樣就可以了 他就說到這裏 他到底做了多少也不知道 他跟著他就告訴他 他已經可以了 我一聽 為什麼這樣說 應該說同一個人 真是清楚知道我們有罪 為什麼我要這麼強調罪呢 因為有些人 你今天去祈禱 好 求人 射臉我生氣 好 射臉我生氣 但是他可能一點都沒有過濡 他完全沒有過濡 他完全是 你說什麼他就說什麼 說完他都不知道他真是得罪神 所以問他 你覺得 你覺得罵人 你被人罵會不會很辛苦 我們罵人會令他辛苦 而這件事在神眼中是罪 你會不會覺得 我們真的需要耶穌赦免 這個罪可以很嚴重 盡量幫他清楚 知道用各樣的智慧 讓他知道罪的可怕 知道神多好 你會不會很感激神 很喜歡神創造的脈 用各樣的智慧 看到罪的可怕 看到神的可愛 天堂的可愛 你有永生的盼望的分別 用各樣的方法 讓他很觸實 所以我們修過很重要的 就是幫那個人觸實 觸實神多好 如果一個健康的人 我們更加告訴他 耶穌真的好 祝福你整個生命 你整個生命提升 祝福耶穌以後祝福你 我們便會告訴他 神可以醫治你的婚姻 你的國人關係 你的睡覺 你的內心世界 你的情緒 都可以醫治 你一步步 神就將你整個生命改造 你的人便變得越來越開心 讓他覺得耶穌多厲害 罪多可怕 有耶穌的救恩多厲害 你是不是真的觸實耶穌 耶穌是我救主 我真信教耶穌 信耶穌之後 我們跟從耶穌 我一信耶穌 我便會告訴別人 繼續 其實我分開三個category 有六點 即是信耶穌的人 會做甚麼 怎樣得救 我便告訴別人 你悔改 真心悔改 我真是知罪 我求耶穌赦免 你就得救 但那個果子 即生命的果子 得救的表現 有三個類別 而三個類別有六點 第一 類別是跟得救有關 即是一個人得救 他會繼續有甚麼表現 有六樣的表現 第一 就是他會繼續知罪 即是他不會只說 他會說信耶穌 或是他曾經 很多人說缺智 其實我不喜歡用這個字 因為聖經說到 人得救是神的工作 我帶他去求主耶穌 射免他 帶他認罪 信靠耶穌求主 其實當他聽到的時候 他的心很想 是耶穌好 那時候 神已經改變了 成立的身 所以他不是他缺智 令到他信耶穌 很多人都在報道會 忽然間 很想信耶穌 那時候就是神改變了他 將他改變了 他只是表達出 好 我要悔改信耶穌 聖經說到 當我們死在罪 惡過分的時候 神叫他活過來 是死的 也叫他活過來 所以這些人 不是從肉身生 是從神生 阿明 那我就告訴你 你信耶穌之後 你跟耶穌要繼續關係 即是強調了關係 怎樣呢 你繼續認罪 每一天有得罪人 沒有全心愛神 你繼續認罪 繼續信靠耶穌做舊主 即是認罪 繼續悔改離罪 和離開罪 即是知道罪是破壞性的 但初遂耶穌的人都覺得 不可以離開罪 我們可以解釋他 罪那種破壞性 當然每一個人未必去到這個位 如果嘗試去栽撥 就去到這個位 因為很簡單 如果跟你悔我吵架 你覺得後果是怎樣 後果是婚姻不好 你心裏面生氣人 不喜歡人 自己又不開心 和人關係又不好 罪又破壞性 破壞你的心 當你真心悔改 有些人會說 我悔改 但我繼續看色情片 那些都是破壞你的生命 我們是離開罪 經常有耶穌的恩典 所以是悔改理罪 和信教約束 然後兩個是跟關係有關的 就是親近神 和愛神 因為聖經有說到 償在我裏面 我就償在你裏面 這就是多幾個字 另外就是愛神 最大介面就是盡心盡聖 盡以盡愛主我們的神 若有人不愛主 則人可助可救 所以愛神 神這麼好 愛神是一個最應該有的反應 神這麼好 我們應該是愛神的 最後就是果子 一個就是生命的果子 或者聖靈的果子 另一個就是侍奉的果子 一個人真信耶穌 他遵從神 應該是兩點 一個是遵從神 一個是結果子 而果子是包括有聖靈的果子 生命的果子 以及侍奉的果子 因為聖經也有說到 這個未必第一次跟他說 但可以跟他說 你大人信耶穌 我們未必第一次跟他說 你沒有做這些 你就不是得救的人 就是不會這樣說的 這是得救的必然表現 不是得救的方法 是得救的表現 就是果子 一個真正得救的人 他是很想得救的人 他會有這個果子 但我們第一次都告訴他 耶穌這麼好 你也想讓你的朋友 得到耶穌的救恩 你找他祈禱 我們有方法 帶他們去祈禱 這是另一個主題 就是如何興起人全福音 這是屬於建立他的生命 那方面 建立他的生命 我不會第一步在全福音 我會第一步在 你的生命很寶貴 在那個人 建立任何人都是 你的生命很寶貴 神的生命有條約計劃 你可以為神做很多事 你的生命都很大發揮 你可以越來越開心 越來越有能力 就算那些人我幫他治療 我都第一次跟他說 你將來得治療 你覺不覺你自己辛苦 你需要幫他 有些其他人都有這些問題 那我就會 經常都灌輸 他的生命很寶貴 他可以影響到人 當他深信的時候 這個一個motivation 他的生命很寶貴 另一個motivation 就是告訴他 我們的而且確是需要教掌 沒有做在小弟兄身上 就是沒有做在耶穌身上 這些人要往永營下去 將我恩賜 埋藏在地上 是要交障的 所以我有一個很簡單的畫面 是有五點的 你可以看我 這間屋 屋頂是甚麼呢 神掌管一切 神知道了 你的生命是怎樣的 神會按照我們所做的 來賞賜 或是追討 而右邊是甚麼呢 你親吻神 遵從神 必定蒙福 你全夫恩 你侍奉神 必定得賞賜 相反 不親吻神 不遵從神 是必定有破壞性 可以失去救恩 不侍奉神 亦有破壞性 亦可以失去救恩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我們要走雞 但神 你沒有人可以走雞 祂一定不會看到你一切 基督徒坐在這裏 每個人都坐在這裏 神看到誰很愛耶穌 很聽眾耶穌 誰呢 不斷忍受過聚會 神知道就是 忍受 忍受過聚會 你想去哪一種呢 神知道 你現在坐在這裏 神知道我們的生命是怎樣的 神知道你有多火熱 你真是認真看的 這些都是神給我的意念 神經常給我很多意念 怎樣去present這些東西出來 還有沒有走雞 你走不掉 雞隻走不掉 你到晚上他絕不掉 他走不掉 他不會走 他的雞的樣子 除了被人捉了 如果不是被人捉了 他自己回家睡覺 人也是 人不可以走雞 既然不可以走雞 那你不如走神的路 你又享受你又發揮 你又看到人經歷神 你又很開心 你整個生命都提升 你又做人做得開心 但是另一方面 那些沒有跟從神 真的活得辛苦 而且神又不喜悅 他又得不到神的祝福 還有另一個意念 我很深信 神的計劃 他仇會必加憎 還有不遵從神的 他一定是就座跟著他 但是你跟上神的路 是最好的 但是你說我跟九成半 我只差一樣 我的娛樂神 你不要管 你看我可以管 你也管 你不要管 女朋友你不要管 我跟女朋友做什麼 你不要理我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的破口 這個會犯一條界面 就犯了重條 你一條不聽話 整個跟神的關係 跟人的關係 跟自己的關係 都會破壞 所以說你傳言跟從神 就最好 你留這樣一樣 那樣就破壞 那你何必是這樣 而你跟神真的 整個生命提升 但是很多人都難阻 有些他的心靈有很多問題 他懶惰 或者他不讓他專注 他這些東西都沒釋放了 那我就不要緊 這些慢慢一步步來 只要你肯 只要你肯 你不行 你耶穌幫我 我經常都為人家很容易 是容易 只要你不行 耶穌幫我 耶穌就會起悅 你做不到什麼不要緊 你一步步 你做一點就可以了 今天做一點就可以了 你明天做事 一路做下去 你越做越好 我會這樣鼓勵人 譬如傳呼聲說 你先為那些人 先祈禱 你先跟他結交朋友 你先幫那些教堂 有很多人身來 坐在那裡跟他聊聊天 先幫那些離開教堂 你先跟他做朋友 先關心一下他 就是由這些簡單的步驟 開始 容易的 他做了容易 他就懂得做難的 你提到其他人 你不跟他打開 你得到他 你不跟他